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个题目是 你读到圣经如果你读过希伯来书 特别是六章 你会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好像如果 我们做了我们好像犯罪了 我们就会重新 我们会羞辱耶稣 然后把耶稣重临死掉 而且不能重新懊悔 你知道读到这个经文超有压力的 可是我要告诉你 你读圣经要按照很多理由 圣经的上下文 也经解经平行的经文时代的背景 他的圣经写作的背景 所以让我们先来看 希伯来书写作的背景 来请看 希伯来书写作的起源是 希伯来书的收件人士 收件人士散居在外 归信了基督的犹太人 这本书是写给犹太人的 而且犹太人非常晓得 希伯来书的中教哲学 还有犹太教的背景 你知道这真的是写给犹太人的 你不是犹太人 你是外邦的基督徒 OK 这是香港正主圣经百科全书写的 好 下一页 希伯来书写作的目的是 希伯来书的作者 当然有人说是保罗 有人说是亚伯罗 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好 作者看见他的犹太基督徒朋友 有返回犹太教的危险 便写下这些去勉的话 解释基督启示的终极性 你知道吗 所以这整个 希伯来书其实在告诉犹太基督徒 朋友不要回去犹太教 他很 他当然这个圣经 这本希伯来书也是为你写的 可是他的受文者的核心 是让犹太基督徒 了解很多事 所以里面很多事 不是应用在你身上 我们看下一页 希伯来书六章一到三 我们一起来念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你看这里面会有 我们 你们跟他们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不必再立根基 就如那 懊悔死刑 信靠神 各样洗礼 按手之力 使人复毁 永远审判 各等审判 神若许我们必如此行 你看这边提到我们 不要离开这些部分 你想说天哪 那个懊悔死刑 信靠神 各样这不就在讲我们吗 其实我告诉你不是的 在犹太教里面 有没有懊悔死刑 当然有 好 有没有信靠神 就是信靠耶和华 当然有 各样洗礼 我告诉你 基督教只有一个洗礼 一主一信一洗 一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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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一信一洗一洗一洗 这边的各样洗礼 的翻译 其实应该翻成各样洗礼之礼 这边讲的事情是什么 洗灼盆 怎么洗那个圣殿用的东西 吃饭要洗手 也没有 大家控告耶稣吃饭没有洗手 那个洗手各样洗手 按手之礼 你看犹太教有没有按手 好 死人复活 有没有 犹太教当然有神 还有永远的审判 这边在告诉你的是 请你们 这些犹太基督徒 不要再回到 犹太教的核心里面 不要再另立根基 唯一的根基是什么 耶稣基督病他钉死甲 只有耶稣基督 所以这边不是在说 你这些东西是好像不好的 或者是你不要再 不要再有这一切 这一切是神要我们有的 但是是在基督的启示 终极的更好的启示之下 OK 这边的洗礼可以告诉你 这真的在讲犹太教 我们看下一页 好 这边也是核心 六章四道六节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的滋味 又与圣灵有份 并尝过神 善道的滋味 觉悟来自全人的人 若是离弃道理 就不能将他们重新懊悔了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 从丁十字架 明明的羞辱他 这不就在说我吗 天哪 尝了光照 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 临有份觉悟来自 这总是基督徒了嘛 是这样吗 我们已经解禁 我们看下一页 马太福音27章3到4节 你看 冰淇拿苦胆调喝的酒 给耶稣喝 他尝了却不敢喝 请问尝了有没有喝 这边已经告诉你了 尝了却不敢喝 所以尝了不是喝了 尝了不是喝了 从一个希腊文 从一个新约希腊文 我们看下一页 你看 这边就提到 那些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 又尝过神善道 我告诉你 有很多人会尝过天恩 有很多人会尝过 神善道的滋味 你知道吗 有很多朋友 他来的教会 他稍微尝到一点点天恩 他稍微尝到一点点 神善道的滋味 尝到一点点 他没有喝进去 他没有把耶稣吃进去 他尝到一点点天恩 他尝到一点点神善道的滋味 这真的是你吗 好 还有什么是蒙了光照 有很多人来教会 他听到耶稣基督爱他 祝福他非常的愿意 但是呢 然后他说 牧师你的这个讲道 真的让我看到我的生命中 有很多的部分 真的是需要一个救主 然后你就问说 那你今天要不要受洗 他说 我还没准备好 这就是蒙了光照 这就是尝了天恩 又尝了神善道 你说那有圣灵有份 圣灵有份 总不会不是基督徒吗 是这样吗 我给你一个例子 犹大 犹大曾经被耶稣两个两百 差派出去 他可以医病 他可以赶鬼 他可以做很多神迹的事 那完全就是圣灵所做的 是与圣灵有份 可是他有没有得救 没有 再来 觉悟来是全能的 觉悟来是全能 在信仰里面 你都可以去觉悟来 是是大有全能 问题是你要不要 所以我告诉你 这个蒙了光照 常过天恩 又于圣灵有份 病常过神善道 是在告诉那些 你觉得 从犹太教转来基督徒 基督教很好的人 但是他还不敢做 所以后面才开始讲 你看哦 这边讲那些人 那些对不对 好那些人哦 OK 还有啊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要回 他们把神的儿子 重新下 你有发现 希伯来书的作者写 我们怎样 你们怎么样 他们怎么样 这些他们就是 在犹太 想要返回犹太教 或者是 想要从犹太教 一直不敢进到基督教 里面的人是他们 这不是在讲你 所以你知道吗 犹太教在等候弥赛亚 而弥赛亚已经来了 所以他才告诉你 你们没有别的弥赛亚 没有别的救主 没有别的机会 你不能再叫他们 重新懊悔 因为只有一个懊悔 向耶稣懊悔 你不能再把他 重听十字架 因为神的儿子 只为你重听十字架 一次 你要么就接受前面那个 有很多人说 好那你好像做了这些东西 然后你离弃神 你离弃过神 你就不能回来 所以就有人在传讲 这个经文说 你离弃神 你就不能再悔改了 然后他就说 那愿意为这件事 悔改来到神 来到我面前 你不是说我不能悔改了吗 你不是说我离弃 到底之后就不能懊悔 就把耶稣重听十字架就不能悔改了吗 你怎么还呼召我来悔改呢 所以我告诉你 这真的不是在讲 这是在讲没有信主的犹太人 但是我还是鼓励 我不是告诉你 所以你可以尽量离弃道理 你可以故意伤害神 没有 我只是告诉你 就算你真的软弱了 就算我们当中有很多基督徒 他信了觉得不错 后来又离开神 甚至于去拜一拜 去做其他 可是后来又回到这位 爱他的耶稣面前 难道你会说他离弃道理 就不能悔改 就把耶稣重听十字架吗 不是这样 这经文真的不是在说 在新约的外邦基督徒 这是在讲 你要回到犹太教的人 或者是从犹太教 还没进到基督教的人 你真的要了解时代的背景 那我来为你祷告 现在来吧天父 我们谢谢你 我们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清楚地知道 那个经文是的 确实我们不应该离弃道理 我们不要伤害 我们爱我们的天父 爱我们的耶稣 爱我们的圣灵 但是即便我们有些 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生活有一些人离开了上帝 但是神还是把我们带回来的 不要找一个理由 一直定自己的罪 因为真的要知道 这个经文不是在说我们 我们 这个西伯来书的作者 写我们跟你们做得很好 而那些人 他们 那些离弃 那些根本还没信耶稣的人 才是这个经文所说的 受文的背景 我祝福每个弟兄姐妹 不要随便拿个经文 就套在自己身上 说自己不好 神很喜欢你 祂要给你丰盛美好的人生 并且把这一切资源 去把祂的美好 传给世上每一个人 让耶稣基督 这个白白的恩典 让每一个想要愿意的 想要的人都可以接受 祝福你 奉耶稣祷告 阿们